1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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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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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5 5 5 6 7 8 7 9 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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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牛年到鴻韻罩混血小孩来报到 他們不仅拥有先天的外貌优势 更有免费的双语环境 实在令旁人羡慕至极啊 但具备双语环境的混血小孩 都能把两种语言掌握成 母语的程度吗 进行语言切换时 会不会造成孩子语言上的障碍呢 究竟在双声道的耳濡目染下 学习两种语言是优势还是劣势呢 而这些来台湾的新住民 会因为异国的环境 也觉得中文特别好学吗 到底异国婚姻 是不是免费的语言学习机呢 今晚就来好好听听 他们的故事吧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有现场来了 三位孩子 来 其中一位不算孩子吧 今天好像家长带小孩 来看棒球生的人 对... 然后像Raymond 你就是住在美国 所以我觉得他的英文一定是 没问题的 但其他两位 Momo跟孝润 他们就是住在台湾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他的目标 因为住在台湾久了 这个... 可能... 外语能力可能就没有像我们想象中 对 就像我们长大 台语都会变烂的 到底是一样 他们会变不好 所以我想起那个... 竹竹帮我问Momo 一些韓文的问题 好 用韓文问他 Momo都不干 他问什么 他回答什么 於是又... 有IX了 第一声 夜型 妈妈说 爸爸跟宝润 是 她說媽媽 她說媽媽 然後她媽媽馬上就 喂 那妳說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我客廳沒有清理好 媽媽就會突然衝出來說 妳怎麼這樣 妳快點一分鐘以內快點 那媽媽都是用韓文罵妳 還是用中文罵妳 有時候會用中文罵妳 有時候會用韓文 妳都聽得懂 嗯 她在生長過程中最痛苦就是 不能裝聽不懂 妳都聽得懂 真的喔 都不喔 那妳覺得中文比較難 還是韓文比較難 韓文唸起來比較難 好厲害喔 欸 媽媽 我們現在在錄影是不是 她有什麼在家裡的感覺 因為我感覺默默的眼淚 快流下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題 我想先問一下小孩們 就是你們覺得中文比較難 還是另外一個母語比較難呢 我覺得呢 因為我現在住美國 所以我英文肯定就是好了些 所以妳是幾歲才去美國 她是小學三年級過來 到她國中畢業之後她才會美國 再回去 所以中文應該學得也滿透徹的 對喔 已經很厲害了 而且聽說好像妳中文已經很好 可是妳在美國上課還是要學 還是要學... 對 還是有去上中文課 還是要學中文 那叫做營養學分 那就是對我來說 考大學就是會看起來比較好看嘛 因為就是說 喔 妳去上了中文課 然後再自由版 哇 好強 對 那個是 對 所以說如果妳在美國同才之間 妳會中文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對 而且我長相也不像是一個亞洲人 就是比較靠歐洲西方這樣 因為大部分美國人學第二語 都是西班牙語 對 突然之間妳的第二語言是中文 就覺得很酷的感覺 超酷 對 對 就是妳要語言這方面比較強 才會挑戰一個像中文 對 因為她第一堂課呢 那老師就是在問 學生喜歡吃什麼水果啊 我喜歡 strawberry banana apple 那些簡單的翻譯成中文 是 然後呢 那老師就問了我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然後我就用中文啊 栗子啊 來呀 好啦... 好威風... 可是妳這樣上課 老師不會看出破綻來的嗎 就不常破 對 所以她把我升到那個 就是最高級的班 對 就是AP的班 然後我在那邊上課也是 沒什麼問題 因為她也都是交到 對 所以老師就變成 年底就給我...就跟我說 妳寫一個兩頁文章 這就是妳一年的成績 然後這樣我就過了 所以其實也有吃香的地方 就真的很棒 那我想問一下Momo 那妳現在就是 妳在台灣念書 那妳韓文怎麼學 都跟媽媽學嗎 還是... 有些就是在韓文上 韓文課的時候會學 然後有些是媽媽教我的 那妳上次去韓國學韓文課 是什麼時候 一月到二月 一整個月 對 放假的時候 就是順便去韓文的補習班 在韓國 當地 對 是 那妳剛去的時候 會覺得都聽不懂 同學在說什麼嗎 不會 不會 怎麼會太簡單 你看 基因好 環境又好 對不對 以前我們學日文 我們學初階日文學了三年了 真的 唉唷 爛爛爛爛 暑假完又忘了 那妳會看影片學嗎 有時候會 好 妳都看什麼影片 很多 真的喔 那媽媽都看什麼影片 對 然後我過去的時候 她就說 我知道了... 我想... 我不想...我不想請入先上廁所 對... 真的... 我真的好害怕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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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只會發摸摸摸 不會吧 對... 下次摸摸就... 好 請舉牌 請媽媽來看 好可愛喔 我覺得都差不多 有 可是中文有學過 可是都沒有認真學 中文你是在學校學的嗎 也不算是 就是寫那些 就是在學校學 所以在講和聽那些 都是就自己學 爸爸會跟你說中文嗎 有時候會 那她說的中文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我是問她 我是問她 沒有答案 沒有...可以當我... 可是我也好奇 校圓像... 像爸爸是日本人嘛 所以... 因為我們剛剛發現 其實日本人講話 是會有很多語助詞 可是我發現校圓好像都不會這樣 你會這樣嗎 會 你也會啊 所以你在轉變聲道的時候 譬如你要講日文 你就突然... 可是你講中文就不會這樣 轉換就是很難 就是常常會... 混亂 會混亂 對 所以你的日文是爸爸教你的 不算...不太是 所以你是有別的叔叔教的 不是 我問的是什麼呢 就... 聽...聽來 看影片就會喔 不是... 什麼影片可以... 可以推薦一下嗎 你... 現在太多了 對啊 現在太多了 對 我還不像他們畫面了 不是... 不是... 不是爸爸的影片 不是... 那你怎麼不叫你爸教你呢 感覺不會這樣 感覺不會這樣 天啊 感覺... 聽下來其實 雖然生在就是雙語的家庭 但是不一定都是爸媽教的 對 因為像Momo也是看影片節目 對 然後孝潤也是 也是看影片 對 我真的沒有教到過日文 真的喔 真的喔 好厲害 應該就是生產過程中的環境啦 應該是那個 學校的關係 或是電視的關係 或是漫畫動畫 都是這個關係 所以你平常跟他講話 也是講中文嗎 本來是中文比較多 可是他突然會講日文之後 就講日文越來越多了 比較輕鬆多少 你已經來八年了 中文一直不好耶 你已經... 你已經輕鬆八年了 不是... 好 因為剛剛講的 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比如說英文 日文 韓文 是啊 但是我每次看到Anna 在跟她小孩講話的時候 都是講波蘭文 我想說 而且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跟千千是好朋友 對 然後每次玩... 我女兒就過來跟我哭 就開始說 他們講話我聽不懂 其實千千他們的波蘭文 也是去上課還是你... 沒有 就是從小 從... 我就是跟他們講波蘭文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 然後他們會講話的時候 就會講出波蘭文 在兩歲之前 小朋友的大腦 還沒有發育成熟 所以其實這時候 你把它放在多少的語言環境 它其實都很自然就會 它不會搞錯 它不會搞錯 但是如果你過了兩歲以後 慢慢慢慢這個能力就越來越弱 對 那如果像我們現在這種年紀 我們到美國找一個乾媽 每天開始生活 我們也會英文 為什麼你跟乾媽 是要這樣生活 對啊 因為小朋友跟媽媽也是這樣子啊 八歲以後都是用記憶硬學的 真的喔 那之前大半... 其實他大腦一邊連結 一邊就學習會 那如果兩歲之前 雖然我們就是都是中文加進 但我給她一直聽那個循環 也會有幫助 也會非常非常有幫助 有個女兒現在每天都在唱Elsa 而且是 整首都會唱了 是 每天聽都會唱 對 但是千千今天沒有來 但是好像有錄一段影片給我們看 對 他們也有錄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他們講破了我的影片 對,就千千可以演兩個對話 第二段影片 哪一段 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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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我覺得我那個風景就比較容易學 對 小孩也比較不會抗拒 好酷 所以因為其實六位新住民 我想問一下你們 異國婚姻是不是讓你們 就是比較容易造成一個 比較好學異國語言的環境呢 是 居然有人差耶 我是好難想像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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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想到 當然啦 你怎麼會想到 真的 我是認同啦 我是說真的是免費 可是要付出的就是 就是情緒跟時間 對 我的中文就是 我跟我老公那個時候 進行認識兩年 然後再來台灣才開始學中文 那個時候就當然開始學 就會有很多不懂的 那我可能會像要問他 請教他 這個東西怎麼樣 是什麼的 他會回答說 你去問老師就好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聽到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氣 就真的很想分手 但是我現在覺得說真的 很感謝他 因為如果他那個時候幫助我 我可能就會依賴他 那可能永遠永遠 就沒有辦法跨過那一步 所以我就說 好 那還是他這樣子 也是好 我永遠也是不服輸的 所以我就平命的繼續學 那其實我是覺得 我們兩個當中 我自己認為我的 妳老公是台灣人嗎 對 他是台灣人 可是他一 講話非常的慢 二 聽力非常不好 像是我們去辦一些公事 人家就交代我們一些 可能流程或是什麼的程序 他永遠不是聽不懂 就是記不得 都是靠我的 然後我們還會用 然後就我也是吵... 妳們吵架是用中文 對 還是我會吵英文 重點還是妳 妳還會吵英文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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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其他人 妳們吵架是用妳們的母語 妳還是用中文 田中 田中你是用 真的嗎 你中文這麼像耶 我跟妳吵架用中文 我絕對不會生氣 我會笑死我 真的好笑 我拜託妳不要再鬧 妳太好笑了 妳不要再鬧 我沒有再生氣了 因為加日文是他聽不懂的 對啊 沒辦法英 所以法國英文 妳也是用中文造成的 當然不然如果我想 英一定是用中文的 真的喔 妳們都是用中文造成的 我是用中文字 中文字也有型 我用打字吵架 打字 我覺得 她會學的會 因為像我老公是很好的例子 她喜歡日本 所以從小就每年就去日本 她阿姨住日本 所以她長大之後就是找到 一直找日本女朋友 也是幫助她的語 真的她立文很流利 我們去每次去日本旅遊就沒問題 她就打油 我就不用了 我不用麻煩 但是她真的沒有興趣想學法文 所以她的法文真的很不好 像我女兒也覺得她法文也不好 她上次有跟她說 她這樣 對 妳看 我女兒上歲 她上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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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跟我爸爸跟我老公說 爸爸 我教妳法文 然後我才發現 一直嚇一跳 我覺得真的是大表她真的 法文真的沒有很好 她說吵架用中文 因為我想她聽得懂 對 不然用法文她聽不懂 她也會有所謂 妳講法文也有所謂 對 就妳罵一個人 她聽不懂妳在罵什麼 對啊 聽她用髒話 那因為我結婚跟那時候 黃宗孝答應我回去美國 她英文非常爛 對 她電腦很厲害 可是語言這塊 不行 她不行 可是後來情況變成 她去上班 是要聽經理講英文 然後辦公室裡面的人 是有很多洋人 那她一回到家裡 她就說 拜託...在家裡 不准講英文 我已經整天... 所以人沒有聽過這句話 是不是 對 那就是一回到家 家要想家 要有溫暖 溫暖就是一定要講中文 不要... 所以英文不夠溫暖 對 不溫暖 因為英文它要想 我跟你講她正式的英文 她都聽得懂 可是任何Slang就是什麼 俗話那種的 俗話這些 所以就變成 現在孩子越來越大 她有時候很大膽在爸爸的面前 說一些不善不適的東西 爸爸沒感覺 對 比如說 她聽不懂 那女生很熱 然後老公會說 現在還是冬天有熱嗎 我再一個... 再一個例子就是 我去舞會嘛 對不對 然後我跟我爸說 喔 我要去舞會了 但是我用英文跟他說 所以我跟他說 I'm going to the prom and I need to rent a tax 然後他就 去什麼 然後你要付什麼稅了 對 對 她會莫名其妙發生 對 所以她在同事之間 會被欺負或什麼 會啊 有些時候像是 最近我看到她同事 給她傳了一個E-mail 這樣吧 然後他們都會用 就是Lilyluck的英文 這樣傳給她 像是跟她說 你等一下要去做這件事 然後就會寫什麼 You go there later 就... 俗識英文 就是整她 就在整她 對 對 他們 她也會這樣整我 我如果英文我聽不懂 其實她會用英文變成中文 就比如說 You like no like You want this no want this You want this no want this You want this no want 你們... 怎麼那麼俏皮啊 她說我講英文都聽不懂啊 我講... 沒有 但是我真的講這樣 我媽就聽得懂了 好 我覺得中間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一定 如果兩個人就是不同國家的人 但是一個人 學對方的語言很好的話 對方的人不覺得這個 像比如說我跟Jack交往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英文溝通 然後呢 他就是為了追我 他在台灣自己登入補習班 你看多感動 你要跟他在一起 對 然後我就決定說 好吧 那我也是來台灣 學中文看看 所以呢 我來了 結果 學得好快 結果我就是Jack 再也不學了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萌萌 妳怎麼說 萌萌 妳怎麼說 她剛開始說我的中文超好 萌萌就這樣 妳不要玩太慢 妳不要 沒有 台日夫妻靠英文溝通 英文程度嚇壞眾人 所以我也是沒有找她的媽媽 日文過的 她也是沒有教我中文過 你們當初怎麼對話認識 英文嗎 真的嗎 這樣好不好 田中跟Ramon對話 對 你做什麼 我... 走 走 走 你算你英文身體 你今天好不好 今天好不好 對... OK... 所以她跟她老婆是深愛 她沒有這樣的英文交往 天啊 但是我覺得對小孩子混血兒就是 對小孩子是肯定是非常好的機會 對 就是他們很自然的會 從小開始有兩個母語 像我以前住在美國很久嘛 可是我回來我做台灣我就講國語 所以小朋友在長大 譬如說兩歲之前 我也是就跟他們說國語啊 就因為我跟我老婆都是說國語 所以後來我想要跟小孩 教英文的時候 我跟她講英文 她看到我就不想... 不想跟我講英文 就被抗拒了 她就...就說她聽不懂 就覺得你... 我就跟她講對 我說至少我們一個禮拜 講三天英文 可是那三天她都沒有跟我講話 都不理妳了 她都不跟我講話 我跟她講什麼都不理我 因為她想要趕快把三天過完 對... 所以我只要把小孩子送到 就全英文的那種安親班 那裡只有老外的老師 然後那邊只能講英文 然後她回來家裡 她才肯跟我講英文 所以英文部分都是你在教 對 英文都是大部分 但是我家人 像我大姑 他們住在美國 然後... 對 她在美國 所以他們家的小朋友 就很奇妙是在學校講英文 回來家裡面講中文 可是她有發現到 當然就是英文 現在是他們主要語言 可是... 姊姊有說 小孩子其實 在這樣的發展的狀況 其實... 因為他們的 因為他們 所以等於說 對 兩個語言孩子在講 他們中文不會講得很好 對 但他們會一起起來 然後一起到達那個狀況 所以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對孩子來講 孩子是辛苦的 因為他們的起步會變得 他需要兩邊一起 他的專注力變成他要兩邊 而且他需要轉換頻道 對 尤其特別像國語跟... 中文跟... 英文 是完全不一樣的文法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錯亂 對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跟小朋友講話說 他才會...他都會說 他就會這樣講 妳就覺得... 可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他們在講中文 對 但他們的文法是沒有辦法換回 英文的文法 對 所以其實孩子是辛苦 所以Raven 因為你那時候有覺得痛苦嗎 小時候 真的假的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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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長大了 就覺得 對 因為這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占了一個優勢 真的 那就是回台灣拔妹 像是... 像是台灣警察攔你下來 所以... 你紅燈右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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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可是這一集出去你應該也不行 沒辦法 沒有辦法 而且警察嚇一句說 你知道...我知道 我自己想 對 他講他看他 Raven come here 可以叫你名字嗎 真的 所以小時候真的會很痛苦 好 田中你覺得... 我不解的 因為... 真的耶 從你身上我們看得出來 我們看得出來 來八年耶 中文這樣耶 他講這句話 完全沒有很想法看耶 我是十八年 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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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十八年 我來十八年 我來十八年 我來十八年耶 對啊 反正你不可能 那個紫色芋頭的那個碗 對 他就說 豬魚... 豬魚... 來豬魚給我們炒 我們兩個禮超級久的 對 碗魚是真的很難的啦 對啊 你說你說你說 所以我也是沒有教他的媽媽 日文過的 他也是沒有教我中文過 都是...我寫中文時 都是自己的環境學的 那你們當初怎麼會... 怎麼對話認識 是... 英文嗎 喔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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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 什麼 你來台灣一輩子 中文都講不好了 他不是住美國嗎 他是住過美國 你美國住多久 啊 很難講 就是 來...很短很短 對啊 那... 來台灣 你不可能來這邊一輩子 你居然變短 至少比中文會長呢 真的 這樣好不好 田中跟Ramon對話 對... 好可怕喔 沒事吧 沒事吧 好啦... 你怎麼做 好大不容易啊 你怎麼做 我... 超級大 我... 我... 這個厲害 你說你英文身材 我... 我在工作 沒有... 那是不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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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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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跟他老婆是深愛 對... 從我這樣的英文交往 好遠啊 好... 所以你跟老婆都是用英文在對話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忘了 可是我是真的從... 來台灣是從美國來的 所以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會忘記台灣人是講中文 你忘記 因為是在美國的時候是 就是韓國也是台灣是日本是 一個亞洲人的感覺 都講英文 對...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亞洲人講亞洲話的 所以... 亞洲話 對 所以我沒有想過來台灣 沒辦法溝通 我們家也覺得不是... 不會嘛 對 你小孩會說泰文嗎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說 你千萬不要跟他講泰文喔 因為什麼呢 他會有那個語言障礙 他會分不清楚 對 他會很難分說 這個是泰 這個是中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不敢教 所以我想說 在教他們懂了 在教 太慢了... 對 來不及了 這個是大人的思維 小朋友不是這個樣子 他很難學 但是... 但是他其實不覺得他自己難學 會很辛苦 是因為他長大才覺得很辛苦 對 可是你當你長大再丟給他 他的抗虛更辛苦 對 真的耶 就是我小朋友三個喔 我就因為洗澡的時候 這...一下以前我不會講 這個是什麼 我都講泰文 然後他們就 因為我幫他們洗澡嘛 什麼意思 我幫他們洗澡 不是說阿熙 這個咧... 我就一直幫阿熙 這個咧... 他們就只有知道這個是 這個咧 但是他們也不知道 中文的意思 意思是這個咧 對 剛剛這樣聽下來覺得 大家好像都會想要教小孩 就是自己的母語 對 那我覺得這樣在教導上面 就是語言教導上面 大家有沒有就是吵架 或是意見不合之類的 或是跟老公吵架 我女兒剛剛開始學法文 學講話的時候 然後大部分都是法文 因為她是跟著我 所以中文沒有那麼好 後來就...上學就... 中文又變好 然後現在她中文跟法文是差不多 但是中文有多一點點 然後我媽... 我跟我媽吵架 因為我媽開始緊張 她也覺得 妳要不會講法文 我說會啦 然後我說妳不要給她壓力 是因為她會覺得 如果有壓力 她就不想學 妳不想講 如果妳不懂她講什麼 妳就一樣說法文 然後一直講 妳是這個嗎... 因為她不是不想跟妳講法文 所以她不懂那個法文 所以她會用中文 然後會說媽咪這個人 但是我媽也會... 小燦友好 但是我之前有跟她吵架 我...其實生小孩之前 我的朋友其實都是台灣人 生完小孩之後 我就說好喔 應該要多找一些波蘭朋友 因為這樣子她就聽到 只有媽媽這個人這樣 一些奇怪的鬼話 還有其他的阿姨 或是其他小朋友 然後會講 所以她這樣子自然而然 就可以聽到一些對話 或是什麼的 就生活用語 然後她這樣子 可能就也比較有興趣去講 所以有用嗎 我覺得非常有用 我覺得我女兒也是 剛在外面跟莉美講話 我女兒要馬上跑出來 然後開始跟莉美笑... 我覺得完全不一樣啦 真的喔 對 聽到周圍沒有那麼小 可是聽到莉美講話就會呢 真的喔 媽 以後我也要跟她講法文 講... 然後她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她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她就這樣講法 我的情況就是 黃總像我們的想法一樣 所以沒有為了這個語言什麼 吵架 可是在美國有很多華人 然後尤其是大陸 台灣演會可是大陸最厲害 他們很注重要叫孩子第二個 就是國語 什麼普通話 所以我有一個鄰居 我的媽媽 她幾乎每次看到我 要把我打死 因為她說 歐陽莎 我看到你 每個周末我們中文學校 沒有看到你啊 你兩個小朋友 怎麼小不開始學的話 好厲害 好像喔 真的好偉 然後寬言 那個... 好 沒關係 謝謝 就是我們那條街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她想不住想不講話 她是名字 家裡 地址都講出來 她要幫我脫下水嗎 在美國她如果看 老公快來跟蕭陽莎 你覺得我講話 她是名字 她每次看到我都會罵我 她叫我孩子去參加一些 畫花的我都可以 可是因為我們在家裡講中文 然後那時候是有一點想法 要回台灣了 對 所以最大的壓力就是 隔壁 隔壁 因為我們是共同一個時間 去接小孩子每天 所以會跟那些家長 那些八婆... 八婆 然後一直看到我 還沒有把孩子 待我們學校啊 你幹什麼 你絕對會來不及啊 好險沒去學 要不然就學北京口音 對... 很不一樣 對 那就是最後 因為我們回來這裡 所以就問題不大 然後這兩個自然學 學雙語 那嚴格來說是 雷門的英文比較強 因為她畢竟是在美國念高中 現在在那裡念大學 所以姐姐是在美國念... 姐姐是念到四年級 就回到台灣 對 都一直在台灣 所以姐姐的中文水平 比較好 非常的好 那可是奇怪的是 這一個 我不知道是美國的教育 還是我的基因 這個很會刷嘴皮啊 那絕對是基因 這個是美國的教育 沒有 媽媽 妳很棒 好會錯人喔 有前途 所以就是... 就是常常... 比如說她都不在台灣 她回來 因為我女兒比較安靜 個性方面 也許是基因誰知道 就是說 人家都會... 會讓我說 你兒子中文真好啊 其實沒有 很爛 不會啊 會... 我覺得她中文很好啊 超好... 超好的 不是... 田中在後面說 可是... 可是... 所以以前在學語言的時候 是媽媽比較嚴格還是爸爸 我覺得媽媽比較嚴格 是因為我有一個記憶 出賣我 就是說呢 我四年級生五年級的時候 那老師說 OK 你現在四年級到五年級 我們現在要把那個... 都拿掉了 因為我之前... 都拿掉了 對不對 所以就很輕鬆 我都沒有再看那個果子 我全部都是... 就好了 然後呢 老師就說 你這樣就不行了 五年級就... 待下去了 所以呢 請我媽媽 就是暑假的時候 要抽空出來 教我中文 然後呢 我... 所以我好好帶你去咖啡廳 印象最深的 是去咖啡廳 然後我開始很討厭中文 就我不要學人 然後我媽就說 你這個字是什麼 你這個字是什麼 然後我都一直唸不對 像什麼北 我就唸 那個是東 什麼啊 就是北 然後罵我 然後我在那邊哭 然後斷天看到一個... 好可憐喔 小老外在哭 好可憐喔 這樣的日子過多久... 這樣過了... 好可憐喔 現在莫莫是對我來說 一個非常好的老師 中文的老師 對 其實爸爸就聽到懂就好了 不會改我什麼... 可是他很嚴格 像比如說 對 我跟他兩個人的時候 我一定會講韓文 但是因為爸爸在 他就聽不懂嘛 所以我們三個人 一定會講中文 然後呢 說 我們去買 他說麵寶是什麼啊 麵寶 對 那麵寶是什麼 然後他會教我 就這樣子 所以莫莫妳都怎麼教媽媽的 我就會罵她說 這哪裡來的麵寶啊 對 所以麵寶的中文學的是什麼 所以她只會教我 好厲害 好可愛喔 所以莫莫妳常常都會教媽媽中文 但媽媽會常常就是隨便 這樣啦 這樣子嗎 不會 媽媽會很認真的學 也不會 好 所以妳反正要抱那個那個 所以妳今天是不是有帶課本來 妳教媽媽裡面的一段好不好 沒有 我們要比誰會唸 好 妳看誰會比較唸 誰唸得比較好 是嗎 誰唸得比較... 妳先唸 我唸... 我唸... 還沒唸就講得多 可是我看不懂主音 看不懂主音 呼出大象有多重了 聽到大家高雄歡呼... 不好意思 是在說中文 當然是...不論是有什麼 對 好... 好 一開始妳說 這邊 開始 好 那莫莫妳唸是 想不到吧 對 因為爸真的趁 他看成秋天的秋 對 秋出大象有多重了 OK 那還要再唸一下嗎... 來 那媽媽... 媽媽再唸這段好了 大家高雄歡呼 因為年紀小的... 朝中 依然可以想出... 衝大象的辦法 我要是中文老師為答 那我們請MoMo唸出正題 好... 大家高雄歡呼 因為年紀小的曹聰 竟然可以想出... 寸大象的辦法 我唸的不一樣嗎 來... 不一樣... 不一樣 好非常多 但是剛剛在那個... 如如在一拿出來 在唸的時候 田中就說 唸出來都已經算不錯 好勇敢喔 超勇敢 可是我個人對... 我個人對田中啊 然後台灣十八年 這個中文程度 有嚴重嚴重的懷疑 所以我們想要來玩個遊戲 對 父子版的遊戲 對 你說我猜父子情深版 好啊 然後等一下呢 我會翻開一頁 待會兒只給田中看 然後孝瑞 你要先把眼睛閉上 是 然後待會兒田中你要跟他敘述 這個是什麼 不能講到裡面的字喔 對 第一題 四個字 是 十八年對不對 你們這四個字 沒有兩個字 是相同的字 這等於只有三個字耶 提示好害羞 父子默契大口怨 好 好 這個簡單 好難了 對 用手拿豬來出豬王 你講到 好...對不起 換一種說法 超人 講到了 只有三個字 這個是豬人 你每個字都講出來了 對... 好 坐下來 很舒服 有時候要講 有時候要講 沒有 有時候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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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題 十八年耶 你們這四個字 沒有兩個字 是相同的字 這等於只有三個字耶 好 沒關係 對 我們再給他一個機會 我下一題 好... 好 這個簡單 好 來囉 好... 那笑容好了 好 你跟他敘述 就是 用手... 用手拿出來 你講到了 好...對不起 再換一種說法 講到了 這個也不行了 有人啊 連不行 只有三個字 蜘蛛人 你每個字都講出來 不要這樣 摩摩好想玩... 好 摩摩你下一個 我們先讓這個田中叔叔先 三個字都不能講到 三個字都不能講到 不能講到 好了嗎 好 三個字 三個字 坐下來很舒服 坐下來很舒服 有時候要講 有時候要講 看我...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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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題... 那笑容我們再一次 笑容我們再一次 看不懂 我跟你說這個好了 我跟你說這個 第一頁最簡單 這個我會唸 對 就是這一題 可是我不懂意思 這個 這個好 因為他老婆罵他 他都覺得不知道什麼意思 有一家店面的 對... 可以... 是不是 高手... 不錯喔 高手公路附近的漂亮女生 你可以再講多一點 還有 亮亮 亮亮 綠色亮亮 綠色亮亮給他講 四個字 賣東西 這個笑容如果猜出來也很堪憂喔 對啊 我嘗嘗去看 再多講一點... 再多講一點 買 笑容不會知道啊 你不要忘記他還是學生 不想睡覺 不想睡覺 不會睡覺 不會睡覺 蛤 鴨子紅紅 還有兩個字... 還有兩個字... 不知道 不知道的話會讓我們放心 是冰狼稀釋啊 冰狼稀釋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好 好 那大家在學習台灣的語言的時候 跟另一半 或是跟家人們從頭發生一些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小詩 我學中文大部分都跟我婆婆學 對 因為我先生她要工作嘛 然後每天都跟婆婆 然後我婆婆還有帶子女兩歲的 剛好要學講話 對 學講話 因為我完全不懂中文 不會講 然後我就... 每天聽到我婆婆對這個小孩講 就是那一句話 然後每次她哭鬧啊 然後我婆婆就講這個 然後有一天我就幫她帶 我婆婆去後面 然後我就說 妳不要亂叫... 妳不要亂叫 然後我婆婆走過來 妳講什麼 老公亂翻譯 不懂台語 吃夢虧 她的朋友看到我她說 哇 這個小孩 這麼壞啊 然後我想說 她說什麼 她說妳很醜啊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去一個 麥當勞 然後有一個老阿婆 我說 這個小孩 哇 很漂亮 對呀 她說那個妳的是小嫂婆 妳別聽她 對 久了我發現 本來她說我漂亮 對 妳 有一個老阿婆 妳的老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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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天我就幫她帶我 我婆婆去後面 然後我就說 妳不要亂叫... 妳不要亂叫... 然後我婆婆走過來 妳講什麼 不要亂叫... 然後她就... 一直笑... 我想說 我... 我講錯哪裡 她說不是 妳看我嘴巴 她說不要亂叫 她說要張開一點 亂叫 不是亂叫 因為她每次都這樣講 所以我就一直記... 我厲害了 我記住她講這個 對 可是我根本都不知道 還有今天三個 三個來了小朋友裡面 真的 我另外兩個在笑 真的太爛了 不要亂叫 對 最好笑的就是 然後我結婚的時候 我婆婆就說 現在妳是台灣人 不一定要說台語 但是 黃聰孝不是很願意教我台語 她家長說什麼 我常說那是什麼意思 她說 沒有... 我一個就是 她的朋友 有一個朋友在新竹 我們去看 然後那個人看到我 她講台語 她說 哇 這個小朋友 這麼壞啊 可以 結果 黃聰孝覺得 多好玩喔 嗚呼呼呼 她笑 對 然後我想說 她說什麼 她說 對... 沒禮貌啊 妳就馬上她離婚嗎 沒有 妳還是很開心 我沒有 好奇怪 她媽媽她猜很興奮 對 然後後來 那個也是在新竹 就是我們去一個麥當勞 然後有一個老阿婆 她過來 她大概比較少看西方人 是 我說 這個雜坡人 哇 很漂亮 白鳥很大 她講的 以前那樣 我都聽不懂 可是我說 黃聰孝她說什麼 她說 那個女的是 小雜坡 妳別聽她 對 她說那是小雜坡 對 她別聽她 可是我記得那個碎 因為聽起來像水 結果我發現 本來她說 對 妳 她不給我 她不給我 她又說 她有一點 她都很堅壞 她就... 哇 亂翻 對 除了歐比說 她就很愛跟我講 可是說我好話就... 緊去... 然後因為那個台語 但是她唯一一個和平的世界 因為我聽不懂 對啊 會跟黃大哥講秘密 是小孩聽不懂的語言嗎 沒有 是我跟我媽媽講秘密 我爸爸聽不懂 對啊 所以... 所以我們是用直接的 講英文 你們是用很流利的英文 對... 對 她跟黃女兒 他們兩個 很會 你們是用很流利的英文 對... 對 她跟黃女兒 他們兩個 很會 在爸爸的面前 或是有些時候 跟我爸 如果他有講台語 我會聽得懂 然後我媽會 當下有一點聽不懂 然後... 什麼 所以就是 你要幫那個媽媽翻譯 我會逼他 我會先笑一下 然後再教他 他笑他講什麼 我會逼他 你再講一遍 你跟他是 什麼意思 他是這樣 從他學 他講這個壞話 我以為他是學台語 我媽只有學的 他有拍手 尿棒 他的... 叫什麼 鄉圖文化 對... 你發什麼 你發什麼 對...也沒錯... 也沒錯... 你們的家庭怎麼這麼好啊 真的 很開心喔 因為那麼多語言的家庭 這麼和樂 所以我覺得 異國婚姻裡面 其實有很多開心的事情 沒錯... 我覺得小孩子這樣 就是成長過程中 真的覺得還不錯 可以學很多不一樣的語言 可是語言當然是越早 開始越好啦 好的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我女兒到底要全美還是半美啊 就這樣給外國人啦... 外國人 不准這樣 謝謝 謝謝 下次見 拜拜